网易看到的一个消息 一个高中的一个物理老师 然后呢 他发现自己的一个社保呀 没有想到已经被断酒了 他当时都说挺进家的 他以为自己看错了呢 他就求证了一下其他的同事 没有想到其他同事也出现一样的情况 然后这个老师这个原文是这样说的 他说 我再一次体会到了现财政的紧张 作为一名老师 我的社保被断酒了 昨天幸运来潮查了一下社保 想看一下酒费的基础 一不留神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4月份开始的时候 我的社保就不正常了 4月份社保和年金一分没交 5月份和7月份的社保和年金正常缴费 6月份和8月份的年金正常缴纳 社保一分钱没有 我一开始诶别我这个情况是个个例呢 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其他的老师 结果其他老师和我的情况是一样的 有懂好的人嘛 帮忙看一看 这是不是属于社保给断酒了 如果后期补酒会不会收取支打金 或许我现在更应该担心的是 我的工资还能不能正常发放呀 各个地方的这种 就是财政紧缺啊 的确是让很多的一些系统 一些部门都已经处于这种 就随时有可能会面临失业的这样一个危机 像现在我们可能从往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太多了 对不对 各个地方我们当地也有 现在因为经济形势不好 那你像这样的一些就是体制内的一些公务员 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 但是现在的确是各方面的经济压力比较大 财政解决也是这样的 就是包括很多公务员也是一直在不断的缩边 如果有一份工作还能够正常稳定地干下去的话 那么还是好好地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吧 我是一心姐 喜欢我记得点赞关注哦